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好莱坞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力 推出新作启动机械马 痛快演出反派角色 利用机器人打造没有王法的犯罪乐园 满足人类为所欲为的欲望 另外朱利安摩尔抱回金球奖的电影 我想念我自己本周来台上映 她细腻诠释阿兹海默症患者的无助 让人相当动容 外界更看好她有机会 夺下生涯首作《奥斯卡影后》 美国女星朱利安摩尔 以电影我想念我自己 拿下本届金球奖影后 片中她饰演才智过人的大学教授 正值人生巅峰 却被诊断出罹患阿兹海默症 朱利安摩尔心力揣摩患者的耐心挣扎 演技动人 被视为今年《奥斯卡影后》的热门人选 科幻电影朱比特崛起 由骇客任务导演操刀 打造大规模太空战争场面 女主角密拉库尼斯 饰演贫穷的清洁工 因为和统治宇宙的女王有相似基因 愿来杀鸡 刚拿下金球奖隐蔽的爱迪瑞德曼 突破俊美扮相 以一身阴柔黑暗造型饰演大反派 挑战多场惊险动作戏 好莱均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 在芯片启动机械马 饰演大老板 提供擬针机器人满足客户的犯罪欲望 他在片中的角色不择手段 挑战人类道德极限 加上毫无冷场的动作场面 让以尼大呼过瘾 强攻寒假亲子票房 多部经典童书改编成电影 登上大荧幕 电影柏林顿熊爱啪啪噪 描述来自秘鲁的小熊柏林顿 在伦敦街头流浪 幸运被好心家庭收留 惹出连串爆笑灾难 这时尼克基曼饰演的邪恶标本家 也盯上柏林顿 要把他变成标本 惊险的逃命之旅就此展开 法国经典童话林犬雪莉 推出真人版电影 故事描述小男孩 和受到人类虐待的 大白熊犬雪莉 成为相知相惜的伙伴 帮助他逃离人类追捕 粉片前往阿尔贝斯山取景 捕捉不同季节景色 成为电影的一大特色 中央社综合报道 大家好 我是板野尤美 日本女艺人板野尤美 从偶像团体AKB48 毕业单飞一年多 最近第五度来台会粉丝 见面会上板野尤美 大展亲合力 一度走到台下和粉丝 一起举杯合照 也邀请粉丝一起尬舞 十字明归吧 白眼尤美特别从日本 带来爆米花当小礼物 送给跳的最好的粉丝 礼清情义重 粉丝狂喜 他自己也超开心 反野尤美在台湾拥有大批粉丝 追问他是否考虑和台湾男生交往 他也大方回答 不关系 逆地在各种文化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 也会比较选拥有趣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半夜尤美也不免俗 现场学几句吉祥话 和台湾观众拜年 恭喜发财 标准吗 恭喜发财 好 恭喜发财 好 好 红包拿来 红 红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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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拿来 红包拿来 好 红包拿来 对对 红包拿来 对好 半夜尤美来台短短三天 代言通告和见面会 排满档 认真工作的他 念念不忘 还没吃到的小笼包 和广市炒面 希望能趁工作空档 大快夺一番 中央设计的红黄军 王毅文台北报导 艺人Selina在西门町 举办首张个人专辑签唱会 以一身粉红色甜美造型亮相 又唱又跳 现场上千位粉丝还翻天 Selina新专辑 找来金曲歌王 销黄旗合作 挑战闽南语歌曲 日前还举办K歌大赛 邀请粉丝翻唱发挥创意 不过当中人气最高的 就属这组参赛者 姐妹陶Hebe 难得在荧幕前搞笑 穿男装反串销黄旗 Ella则是绑着夸张头饰 乔装成Selina 两人用不练蹬的台语合唱 娱乐效果十足 Selina表示 看到姐妹不计形象力挺 觉得相当感动 看到姐妹拍的 当然笑得很开心 笑完之后 我其实自己就 在心里面就很感动 很想哭 Ella虽然是很搞笑 她形成色相 大家觉得还好 可是像Hebe 她为我做这个 我就觉得非常的突破 就是 就是 她模仿笑容期真的很像 Selina发片后行程满档 唱片公司特地送上补品 祝她早日好运 被问到是否有做人计划 Selina笑说 一切顺其自然 我们努力 然后一切顺其自然 对啊 也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 因为老公是希望生男生 但我是希望生女生 对不对 那怎么说呢 这个该由谁决定 我也不知道 肚皮是长在我身上 当然是希望以我的意见为主 出道13年 Selina发行个人专辑 之后将举办唱谈会 一边演唱好歌 一边和歌迷闲话家常 分享她的专辑概念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简余期台北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小加拿为泰国麦克报道 中央社拥有 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进取新闻王大陆歌手李荣浩 在台北举办首场签唱会 演唱两首新歌 台下歌迷听得如痴如醉 好笑的端传 莫酷的夸张 只为了放检 李荣浩相隔一年 推出第二张新专辑 迅速攻占各大排行榜 签唱会上 他拿着唱片公司 送上的大型K歌本 和遥控器 搞笑帮歌迷点歌 现场瞬间变成 KTV包厢 自己在写歌的时候 尽量希望我的歌词里面 是比较通俗易懂 或更像白话一点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去KTV 是想说一说话 而不是说更多的时间 在特别严肃地 再唱一首歌 我觉得可能是 产生了这样的共鸣 李荣浩去年拿下 金曲新演奖后 声势看掌 被问到是否有信心 角逐今年的金曲男歌手 他表示入围就是得奖 平常心看待 我觉得金曲对每一个音乐人来说 可以入围就是得奖 我觉得不管我到什么时候 如果能够入围 我已经很开心了 至于后面什么奖项 我目前没有想过 至于外界关注的感情状态 李荣浩坦言 因为工作关系 去年和女友分手后 一直是单身状态 接下来的情人节 可能只会在工作中度过 主要是记者红黄军 检余期台北报导 强喷喷的挂爆上菜 仔细瞧 内馅是荷包蛋 加上米式肉片和酱汁 好像和传统有点不一样 另外还有用台皮为基底 调成的台湾鸡尾酒 这是洛杉矶大厨安东尼推出的最新菜色 他前阵子到台湾进行美食之旅 带回料理心得 以及对台湾的深刻印象 交通部观光局举办品尝台湾活动 今年迈入第二年 除了安东尼以外 另外还邀请了纽约 看多伦多的厨师 一起走遍宝岛大街小巷 品尝道地的台湾味 这个idea就是说 我们找的是当地的名厨 然后他在当地的餐厅 也是人气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把他请到台湾去 然后去了解台湾的这些料理的方式 回来之后 他就把台湾的料理的方式 带到他的餐厅 那原来就有很多fans在这里了 所以这样子一方面容易推广 那一方面我们这个菜单 会在这里有一个月的特别的促销 三名北美厨师的台湾美食之旅 也用影像记录下来 剪辑成30分钟短片 将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频道播出 让美国民众更加认识台湾 了解台湾丰富的美食文化 中央社记者吴邪昌洛杉矶报道 节目最后带您关注美国音乐界盛世 第57届葛莱梅奖 今年22岁的英国新人Sam Smith 首张专辑就入围年度专辑 年度唱片和年度新人等六项大奖 和同样入围六大奖项的碧昂斯 以及菲瑞威廉斯打对台 至于超级小天后泰勒斯 本届只以单曲Shake It Off参赛 却依据获得年度歌曲和最佳流行歌手等三项提名 格莱梅奖台北时间9号将在洛杉矶登场 更多后续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